你必须要沉重一点 想要一个大事 你必须要深厚 既然外在世界是你内在世界的 在内在所呈现的也会呈现在外在 如果你认为住在茅草路你就非常的快乐 那么这就是会在外在呈现出来 如果你喜欢这些好的丰盛的事情 它会自然的发生 可是你的头脑不要去质问说是怎么可能发生 这样子就没有用 所以除了你要有这个念头之外 你的情绪也必须跟随着好像它已经正在发生 比如说你想买昂贵的车子 你已经拥有这个车你是什么感觉呢 你真的得到这部车之前 你已经要拥有这个情绪 这个感觉会比你的念头 让你更容易得到这个东西 但是这些教导是给未觉醒者的 不过这些教导是给未觉醒者的 不过这些教导是给未觉醒者的 这是点那些理想的 你真的不能说